130. 浙江日報 開發電商金融服務進村 2015年7月22日要聞04齊鎮從馬秀真本報信 《通訊源齊鎮從馬秀真》 近日,開發百道村發生了新鮮時 百姓電子商務金融便利店在村裡開業了 這家金融便利店是開發傳願第一 加以電子商務消費模式呈現的百姓金融便利店 開闢了農村電商新領域 這也是開發農信聯社與杭州結對公司聯手打造的圖實為服務點 此舉意在通過山海協作 讓都市物流與鄉村物流並軌 推動山區農民搭上互聯網家的快車 目前,開發願意選出30多家座農點 作為全員首批銀商合作服務點 逐步搭建互聯網家遠慰經濟農村電商平台 為山區農民致富探索新路 交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